好安 感谢神 今天特别是由我来跟家人们分享 因为我们的牧师他出差 所以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主日的信息 请我的童工帮我放PPT 谢谢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仁义的果子 我们一起先来看两段经文 在诗篇33篇的四到五节 这里讲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 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 他喜爱仁义公平 骗定满了耶和华的慈爱 我们再看真言21章的2到3节 这里讲到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 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行仁义公平 比献祭更蒙耶和华越纳 我们从这两段经文 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 神是什么 他喜爱仁义公平 他喜爱我们行在仁义的公平里面 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 他的宝座是什么 是以公平和公义为他的宝座的根基 所以呢我们献祭 其实神他更愿意他更要我们行出他的生命的属性 比我们献祭给他能够更蒙他的悦纳 所以我们来看仁义公平是指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指的神做事的法则 因为这个公平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 所以你知道他的救恩也必须要满足他公义的要求 因为他的公义会遍满全地 这就是他的慈爱 所以在仁义呢 其实就带下慈爱 因着满足了他那个公义的那个要求条件 所以呢他的慈爱就遍满了全地 那慈爱就是神的心啊 就是神的爱啊 神的爱就是充满了公义 你知道如果失去了公义 偏离了公义就会有危险 所以在教会 不管是在任何的团体 任何的道理的教导或者是教训 如果偏重任何一方面 譬如偏重了恩典神学 或是太偏重了灵恩 只要偏任何一面就容易产生错误 会陷入在危险的里面 有一句话就是 有话无灵会枯干 有灵无话会混乱 也就是说话跟圣灵 它是两只脚 神的真理和圣灵 灵理的运作 它是两只脚 它是必须要同行的 要站才能够站立的稳 那神的爱呢 它是一个有行动的 它是有行动的爱 就像主耶稣 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 他就已经怎么样 他就已经先为我们上十字架 先为我们受死 所以我们都知道 耶稣是上十字架为我们而死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让我们可以活 主耶稣没有要我们为他死 反而是他先为我们死 让我们可以活 感谢神 这就是神的慈爱 而神是全知的 所以 祂是衡量我们人心的 用什么衡量呢 就是用 仁义 公平来衡量 衡量你的心 那你知道 仁义的原文就是公义 所以神对我们人要求的 就是秉公行义 我们若能够秉公行义 行在他和他喜悦的里面 比献祭更能够蒙他的喜悦 那我们要怎么样秉公行义呢 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 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 这里讲到我眷顾他 我也要叫他 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 遵守我的道 秉公行义 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 所以神眷顾我们 为要叫我们什么 叫我们是明白他的心意 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 活出他的生命 带领身边所有的人 包括我们的儿女 亲友甚至同事 凡是与我们接近的 亲朋好友都来遵行他的道 将神的公义可以行出来 活出来 这就是他的心意 所以我们遵守神的话 就是秉公行义 如果我们没有遵守 那就是什么 就是没有秉公行义 就是不义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哥林多后书六章三到七节 这里讲到 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 免得这执愤被人毁谤 反倒在各样的事上 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 就如在许多的忍耐 患难 穷乏 困苦 鞭打 坚禁 扰乱 勤劳 警醒 不实 连结 知识 恒忍 恩慈 神灵的感动 无畏 爱心 真实的道理 神的大能 仁义的兵器 在左在右 哇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保罗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的 他经历了这么多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讲到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不论在什么事情上面 我们都不可以不尽人情或亏复别人 免得别人信主会被拦阻 因着我们的这个亏复的行为 以至于拦阻了别人信主的道路 如果我们叫别人有亏损的话 那就会被仇敌有攻击跟毁坏 毁坏这个信主道路 甚至会控告我们 就会有把柄落在丑敌的手中 所以这里讲到我们服侍人 其实不管是在生活在工作上 都要尽责以外 我们要留心的是我们自己生命上的见证 所以为什么说有一句话说 生命之道是生命影响生命 唯有活出生命 活出那属神的生命 我们才能够真实的去改变 改变影响我们周遭的环境 所以我们必须是在神的爱的里面 然后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 读我们生命的破口 让我们生命是没有破口的 我们生活能够叫人 不要叫人半叠 免得我们在神的工作上面 会被人指责 而且会有破口 这里讲到真实神的用人 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上 都能够表明我们就是属神的 我们就是基督的见证人 所以在很多事情上 许多事情上就有忍耐 你知道忍耐是神仆人的记号 我们都知道忍耐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什么 可以说是神对我们的要求 我们是不是神的用人 不是看我们的资历 不是看我们的口才 而是看我们生命的见证 所以我们每一个释放神的人 我们实际的生活的见证 才是真实的 真实的能够表明 耶稣基督的同在的凭据 所以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 我们不管生活 不管工作 各样的环境 我们在任何的景况里面的反应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态度 都是在真实表明 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家人们 这个就是在生命之道上面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好 那坚韧的环境 就更能表明我们是神的用人 对不对 因为我们必须要借着生命 我们不是借着恩赐 你知道当环境来的时候 必须是有生命 生命的品格 你才能够去面对那样的一个 那个波涛汹涌的一些攻击 或者是患难 或者是种种很艰难的生活 所以是借着生命来与神同工 那你说恩赐不重要吗 也不是 恩赐非常重要 恩赐是让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 陪伴别人 可是当你自己面临到环境的困难的时候 靠的是生命的熬炼 靠着是你在神的里面生命的厚度 因为你知道 唯有经过十字架产生的那个完美 才能够成熟的像主的生命 我们才能够面对任何的环境 我们才能够去胜过它跨越它 所以你知道我们神的用人 每一个属神的人 身心灵全人都必须要经过严格的锻炼 我们才能显出神仆人有那样的生命的品格 如果我们自己的实际的生活 让别人看不见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身量 还有丰盛 那我们就很难成为神的见证人 我们更没有办法被称为神的用人 所以为什么生活的见证 生命的见证 它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那再来侍奉主的人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 我们不逃避难处 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是不会害怕困难 也不逃避困难 反而在困难上面我们可以正面的面对 甚至可以正面的活出神的生命的品性 活出属耶稣的那个性情 就好像耶稣在世的时候 他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 很多很多的责难 可是耶稣他都用他的温柔坚毅 甚至用他的忍耐和爱 继续的接纳包容猛前走 所以你知道百般的忍耐就是神 属神的用人的凭据 那我们也知道 你知道穷乏和困苦是神化妆的祝福 那也是我们什么 也是我们常常在服侍神的人 生命当中一定会经历到的 甚至他也会成为我们生命的标志 因为这一切都是一个过程 当我们能够面临 甚至在穷乏困苦里面 能够被熬练出来 我们真的能够信靠 靠主得胜的时候 我们里面 我们的里面就能够真实的生出 那个从神来的属天的信心 我们知道我们是靠的是神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而且外面的苦难 常常会显明我们里面的心 会把我们里面的心给显明出来 所以你知道吗 神的仆人是具有 是有这种非常的毅力 我们才能够去面对苦难 甚至能够把那些负面消极的环境 还有那些不好的遭遇 他能够去转化 他能够去转变成属神和神心意的那些正面积极的 那样的思想还有行动 他能够把他行出来活出来 而这不是逆来顺受而已 他是正是以善甚恶 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能够在我们的里面 把神的真实 神的善美善的话语 还有神的那个话 神的最真实的话给活出来 这样就是以善甚恶 后面讲到一个真实的神的人 我们的心是要什么 是要有连结 连结就是单纯 就是纯洁 那也是要警醒 因为我们要单单的与神对齐 我们不要看世界 也不要看人 我们是要讨神的喜悦 而别无所求 如果我们看世界看人的话 我们就会是 好像是在附和甚至我们在讨人的喜悦 讨世界的喜悦 这就不是神所要的 所以你知道在一切有价值的事上 都需要长久的忍耐 任何在有价值 这个什么是价值 真正的价值就是在神的里面 追求神的道路上面 能够跟在跟随神的道路上面 真实的活在神的那个爱的里面 这是世界上钱财都买不到 最有价值的 但是这个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很忍才能够完成 就像什么 就像我们当父母的在养育儿女一样 我们父母在教养儿女 是不是需要很忍 需要很久忍耐 孩子不听话 孩子这个没事就顶撞一下 或者是长大了到青少年时期又悖逆 那个当父母都很久忍耐 对不对 可是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这是孩子生命的过程 我们也知道这是孩子成长 他会经历的 那我们就需要用更多的爱 更多的接纳去包容他 甚至我们要去用爱去浇灌他 这些都要很久忍耐 对不对 各位爸爸妈妈 所以你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 碰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也正是如此 正是需要栽种 需要灌溉 我们需要在与人的关系上面 也是很久忍耐 我们要与人与神和好 所以当我们要与人与神和好 就更需要什么 更需要我们勤劳的去建立关系 去栽种我们跟人的关系 甚至要有很忍恩慈 还要有吃食 要有从神来的真理的话语 这就是神真实的仆人 与神同工 那当我们在神的里面 能够用爱与神同工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能够有圣灵的同在 就用圣灵来感化 使人归服主 甚至会用无为的爱心和真实的道理 那你知道保罗在这里 把无为的爱心和真实的道理连在一起说 其实非常有意义的 也就是说 你知道我们人的爱 常常会过或者是不及 所以呢 这里讲到就说 必须要用没有虚伪的爱心 还有从神来的真实的道理 所以如果不是用 不用爱心说诚实话 说真理 那有爱心而不顾真理 这个都不行 对不对 就是过于不及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里面 不但有爱心 但是还要有神的真理的话语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神 合乎神的道理里面 行在神的道路中 所以我们服侍主的人 是要明白神的道理 神的话语 更要充满神的真理 还有实际 实际就是生命 我们的行为 所以呢我们活出他的实际 我们才能够成为 为神说真理话 并且把真理表明出来的人 那神的大能是没有办法形容的 但是他却是能够显明出来 显明在每个人的身上 因为人的信心是神能力的管道 信心有多少 神的能力就能够显出有多少 所以我们称为神的仆人 在生活上所表现出来的意 就是属灵的兵器 可以用来防守 也可以用来进攻 所以我们属神的子民要活出 在各样事情上面 都要表明我们就是神的仆人 所以在很多事情 我们就需要忍耐 带着圣灵的同在去感化人 用真实没有虚假的爱心去教化人 甚至用真实的道理的话语去劝化人 我们要活出那个神大能的同在 就是仁爱公平公义正直 那么仁义的兵器就会再左再右 去胜过一切黑暗 试破一切仇敌的诡计 我们来看下面一段经文 就是以佛所书四章二十二节 这里讲到说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变坏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人意和圣洁 所以这里讲到我们的旧人 老我是必须天天在生活上不断的脱去 脱去什么 脱去那些私欲 脱去那些迷惑 脱去那些自私的老我 不断的更新 然后把自己的老我与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 我刚讲的耶稣从来没有要我们为他死 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死 是让我们可以活 活在他的爱中 活在他的仁义中 我们活着是为什么 为着就是要完成他的爱 所以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 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形象 这三个字 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 我们就是照着神自己造的 我们是照着他自己造的 我们有神的生命和性情 我们有真理和仁义还有圣洁在我们的里面 那真理就是耶稣 耶稣就是那真理 也是那道路 更是那生命 仁义就是我刚讲的 我们对待人 我们与人相处的那个公义相待 然后是在合神的合乎神的那个爱的法则里面 然后更是在圣洁的里面 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 关联与神之间的那份爱是专一的 所以你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他对人 他跟人就是行义 对人是义的 他对神更是圣的 就是圣洁的 耶稣跟天父跟父神 他的那个爱是非常纯净 单纯又专一 因为他对人对神都是正确的 所以他就是那个真理 所以我们不是要根据我们自己的想法 不是根据世界的教导 而是要根据耶稣的真理和仁义和圣洁 来行出来 甚至来活出我们的生命 所以呢 当我们对神对人都存有那一份 圣洁纯洁单纯的心 甚至活出主耶稣基督那样仁义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能结出仁义的果子 我们再来看一下 后面也有讲到怎么样要结出仁义的果子呢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九章的九到十一节 就是刚才在收封线的时候 我们的同工也有念的读的经文 也就是说 这里讲到如今上所记 他施舍钱财 周记贫穷 他的仁义存到永远 那赐种给撒种的 赐粮给人吃的 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 有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 叫你们凡事富足 可以多多施舍 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给神 在施舍钱财 原文讲的就是分散 意思就是 这个钱财是散出去的 那这里讲到的散呢 这个花费 其实不限于在自己家里面 而是给别人 特别是给那些穷苦的人 而施舍的对象呢 你去帮助的对象 也不是局限在自己家 也不是局限在一个地方 而是在各处 那再讲到 仁义存到永远 这里讲到说 施舍的是物质 可是这算为他的义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使徒行传的十章四节 哥尼流定金看他 金帕说 主啊什么事呢 天使说 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 达到神面前 以蒙纪念了 所以他的仁义存到永远 第一个就是 他施舍的钱财 是蒙神纪念的 OK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 他施舍的钱财 能够产生永远的果效 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六章九节 讲到说 我又告诉你们 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 结交朋友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他们可以接你们 到永存的账目去 你知道我们施舍钱财 其实钱财是 会凶坏的物质 而且他在世界上是可以用 可是去到天上 他根本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使用 所以钱财这 必朽坏的物 他是非常短暂的 所以我们要得到的果子 要是那个属灵的 仁义的果子 才能够存到永远 这是非常值得的 所以你知道我们慷慨的去 助记去施舍在神的眼中 他也是一个公益的行为 我们要能够真实的为神而做 所以我们也知道 你知道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得益处 我们常常会有一个 我要讲自己的错误的思维 就是说我只能坐在某一个地方 某一个人的身上 其实不 你知道当神在调动万有的时候 他使万事都互相效力 只是他叫爱神的得益处 万事互相效力的意思就是 他也会让外邦人 让不信主的人 甚至每一个人事物 都来为你为我效力 所以今天当我们行在神的里面的时候 重点是我们是否是 聆听神的声音 做神要我们做的 我们来看一下 启示录的十四章十三节 这里讲到神说 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 从今以后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了 圣灵说 是的 他们惜了自己的劳苦 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所以我们就知道 在主里死的人是 因为做工的果效 什么是做工的果效 就是包括你的奉献 包括你对人的关怀 包括你传福音 反正只要我们是甘心 乐意 为主而做的 不管你所花费的时间 金钱 还有任何的 它都会成为永存的价值 甚至 你在神的里面 所做的每一句祷告 它都会成为那永恒的价值 所以我们的钱财 为神而摆上的时候 其实我们只是把这个钱财 存到天上的那个户头 因为地上的户头是会朽坏的 所以只有天上的户头 才是不朽坏的 感谢神 所以你知道吗 当钱财是要趁着今生 有用 在世有用的时候 我们要去使用它 因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我们可以做神的钱财的管家 趁着还能运用的时候 就要把它存到永存的世界里面去 所以这里讲到 赐种给撒种的 赐粮给人吃的 必多多 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 那种地的种子就是指 可以跟我们做奉献的钱财 后面又讲到 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 我们看一下和西阿书十章的十二节 这里讲到 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 就能收割此爱 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 你们要开垦荒地 等它临到 使公义如雨 降在你们身上 所以我们就知道 种子是神给的 收割的福气 也是神赐的 所以你知道吗 是神让我们有给予的能力 所以神一面赐粮给我们吃 对不对 做我们的供应 一面又赐种子 给撒种的 做我们这个可以储蓄的恩典 所以神让我们可以得着那个丰富 富足 甚至还能够有余 甚至还可以多多施舍的供应别人 所以当我们在钱财上面越能越愿意成为主中心的管家 主就必把那个更多的更多的这个财富 钱财应该是讲钱财托付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成为他的管家来为他管理 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5章29节 这里讲到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这个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是成为神中心的管家的时候 我们中心的在管理神托付给我们的一切 那我们有神还会更多的加给我们 叫我们怎么样 叫我们管理上面持续的在他里面是有余的 可是如果我们不忠心 我们没有在神国度为神国度而想 而只是为自己打算 我们只有为自己想 那呢你知道吗 为自己想的太周到 神其实是没有机会 他没有机会来祝福赐福 甚至没有机会顾念我们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肯顾念别人 神也必顾念我们 可是如果我们不顾念别人的时候 神他就没有机会顾念我们 而这个上面也讲到 凡是富足就可以多多施舍 也就是不只是在物质上的施舍 也是在灵性属灵上的施舍 那最后呢就是什么 重点就是当我们做这些最主要事 要把感谢归给神 你知道我们神喜欢看我们所有的儿女 在属灵属世上都丰盛富足 他更愿意我们在世界的财物上面 也是丰富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物质上富足 绝对不是罪 我们也不可以轻看那些富足的人 问题是在哪里 问题是在如果我们富足只顾自己的享受 却忘了该尽的责任 也就是神教导我们的 神要我们做的 我们没有成为那中心的管家 那么我们就不会蒙神喜悦 而是呢我们要能够成为中心的管家 那神是乐意让我们富足的 那我在那边讲一个小小的见证 因为神呢常常也会感动我 感动我就是要奉献给谁 这样子 那有一次呢就突然神感动我奉献给一位姐妹 那这位姐妹也是我平时没有跟她有太多的联系 但是这种奉献呢其实是经常经常有 常常会经历到 那我不知道对方的状况 只是哦神感动我 好我就顺服我就去做 可是当我顺服了 我就打电话给她跟她联系 然后跟她要她的账号 那我把奉献转给她的时候 没多久就接到她的电话 然后呢她就打电话来哭着跟我说 她说 她的户头只剩下各位书 她已经不知道怎么办 那她呢一直都在跟神祷告 她一直都哭着在跟神祷告 说主啊我需要你的帮助 所以你知道吗 当她收到我的奉献的时候 她哭着不断的感谢神 这就是借着我们使感谢归给神 所以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神 所有的也都从神而来 我们就要把感谢归给神 所以在铁赛罗尼迦前书五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 这里讲到说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但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 这句经文我觉得非常重要 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 但是我们也要查验 重点是善美的要持守 因为圣灵他会像火一样在我们里面运行 甚至在我们里面燃烧点燃我们 让我们心中充满着他来的 从他来的那个感动让我们淋漓火热 那这里讲的心其实就是灵嘛 对不对 当我们淋漓火热的时候 自然对待人的时候 就会有从神来的那个热情 然后就会对人就会很就会亲切 如果我们不顺服 消灭了圣灵的感动 我们就会变成什么 不冷不热 甚至我们的心会到最后会变刚硬 当我们越顺服的时候 圣灵的火在我们的里面就会越发旺 越燃烧越旺 可是我们抗拒的时候 那个圣灵的火就会被熄灭 我们的心刚硬的时候 圣灵就没有办法在我们里面运行 所以也讲到说 这个先知的正确的讲道 也是因为圣灵的感动 所以我们都知道 我们是先知学校 牧师我们的院长吴廷牧师 也常常因着圣灵受感发言 所以这里讲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当我们藐视先知的讲论的时候 也等于什么 也等于是消灭圣灵的感动 所以我们要 常常的能够去聆听圣灵的声音 那也讲到说要查验 查验就是我们要来考察 在圣经的话语里面 我们要去明白 不管是哪一个 告诉你说 哪一个先知 大先知 所说的每一句话 我们都要能够去查验 在神的里面 在神的真理里面 我们要验证 是否是符合圣经的教导 然后呢 我们要持守 那个从神来的那个美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菲利比书一章一节 最后讲到说 借着耶稣基督 结满了仁义的果子 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所以我刚刚讲 绝书在地上 他对人是义的 是充满着爱的 然后对神是圣洁的 所以他就是那个真理 所以我们只有学习耶稣 活出那个仁爱公义的生命 那么我们就是什么 就是靠着耶稣 结满仁义的果子的关键 因为我们活出 有属神的生命 那果子是什么 果子是从里面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果子不是外面加上去 你外面一棵树 一定是从树根 长长长到最后 才开始结出果子 所以这个果子 也是从这个树 这一棵树 从它的根部 所有的滋养养分而来 而能够结出一个果子 所以我们要结出的是 那一个属神的 充满着仁爱公义的 那样的一个生命 狮子若不在葡萄树上 就不能结果子 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 所有一切善行的根源 也是爱的根源 你知道我们在生活 在地上的职责 不是偶尔去做 偶尔去做 然后结出一个异果 而是要时常结满 常常结满 什么叫常常结满呢 其实仁义的果子 就好像 不管是金钱的捐书 或者是 你去给人一个温馨的拥抱 或是一场默默的陪伴 当他忧伤难过的时候 你去陪伴他 或者是一种温柔的安慰 当他心灵需要的时候 你去安慰他 或者是一份支持或鼓励 或者是一份体贴的礼物 这都是坐在神的身上 因为我们的好行为 是出于基督 不是出于自己 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要荣耀自己 而是要挥荣耀给神 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 二十五章的三十一到四十节 这里讲到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 山羊在左边 于是王向那右边的说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 可来承受那创世 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渴了 你们给我喝 我做客旅 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入体 你们给我穿 我病了 你们看顾我 我在监里 你们来看 一人说 一人就回答说 请往下一章 一人就回答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给你吃 渴了给你喝 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 留你住 或是赤身入体给你穿 有什么时候见你病了 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 王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情 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家人们 从这里 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神很清楚地对我们说 我们要结出那仁义的果子 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上面 更多地活出 属神的品格 并且 我们要时常地去 看顾 我们要把这份爱 能够活出去 我们都成为那个爱的器皿和管道 那么我们就能够结出 仁义的果子 而仁义的果子也正是那仁义的兵器 在左在右 能够成为我们生命 从神来一个最有力的兵器 而且成为我们的一个保护 而这一切 并不是我们真正地能够 我们真正地说 我要做多大多难的事 不是 而是我们 在我们身边的周围 只要我们看到有人关心 我们就去关心他 看到有人需要帮助 我们就去帮助他 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 就是坐在神的身上 感谢主 今天 神特别的要我分享 仁义的果子 因为我们都需要 我们都需要这个果子 那么这个果子 当我们结满的时候 神说 我们就可以 这些果子的功效 是存到永存的帐木 甚至这个 结出这仁义的果子 我们到末后 我们就可以 进到那永存的帐木 与神同在 好 感谢神 我们一起先来低头 做个祷告 绝书孩子感谢赞美你 主要谢谢你 因为你就是那 仁爱正直 公平公义的神 谢谢你教导我们 让我们更多的 遵行你的道 使你所应许的话 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主要愿你更多的 来炼进我们的心 好叫我们能够成为 讨你喜悦的 不是讨世界喜悦的人 让我们都能够成为 你圣洁的器皿 让我们能够成为 被称为神的用人 让我们在主的里面 是无可指摘的 在这弯曲悲妞的世代 做成无瑕疵的儿女 使我们显在这个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让我们能够将生命的道 表明出来 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 可以夸我们 没有空袍 也没有徒劳 并且靠着耶稣基督 结满了仁义的果子 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谢谢你主耶稣 谢谢你今天再次的 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 好叫我们持续不断的 与你对齐定睛在你 好叫我们可以 在你的爱中不偏不离 谢谢主耶稣 我们将感恩祷告 使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神的名 阿们